所以有一次我們在發生關切的時候 我們就突然叫太大聲 然後他哥就敲門這樣 超尷尬的 超尷尬的 對啊 歡迎收看波波接地區 那些跟另一半相處時發生的尷尬狀況 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 我們今天就要上街去突襲情侶們 走吧 那你們在一起多久 八個月 四個月 昨天在一起 兩年 八個月 一年 一年左右吧 六個月 半年 八個月 十年了 十年了 那你們結婚了嗎 上禮拜 上禮拜剛結婚 哇好感人 你們現在還有什麼事 在彼此面前不敢做的事嗎 好像都不敢了欸 沒有什麼特別的 對啊有時候住她家或之類的就是 感情相見 對 一六個月 這邊有什麼女友 她要照雲的紅屁 她照雲臉 她的紅屁 對我有 直接對著她的臉嗎 就是她的妹在邊 然後就對她的臉 紅屁 我也在妹妹的上臉 妹妹的上臉也是很白目 硬要逼人家一起吸 那你們會在這上面的挖鼻孔嗎 會啊 都沒差了 沒差 她有說坐摩托車 就會把我一桶放蜜子 那我會 女班 你還有嗎 她有 真的假的 對啊 她就放 放蜜子耶 哈哈 不行 她放蜜子耶 她沒放蜜子 那你有夠不小心放出來的嗎 沒有 你都逼了那麼好十年 太厲害了吧 所以你也從來沒有在朋友面前放過 沒有 放蜜子 喔好厲害喔 我拔眼鏡 蛤 你完全沒有在那邊把眼鏡拔下來 有 有 但是很爽 為什麼 沒有安全感嗎 沒有很醜 你覺得你眼鏡拔下來很醜 那你願意讓大家看一下嗎 我好 就 這樣 就 哪會啊 沒有猜很多對不對 一開始看有嚇到 喔又嚇到了 當然 你等一下 他很瘦症 那像你們相處到現在 有沒有發生過什麼很醜的事情 我還怎麼會這樣 這你們接我的時候嗎 對啊 他會把口嘴吐到你嘴巴裡面 然後你 那你怎麼辦 你嘴巴吞啊 哈哈 那他還會把什麼弄到你嘴巴裡面 就是有一次我們在發生關鍵的時候 我們就可能叫太大聲 然後他哥就敲門這樣 超尷尬的 太尷尬了 對啊 就我突然敲門 然後我就跟他說聽錯了 聽錯 誰會信啊 所以你們後來 就有特別小心 就是 沒有在 被聽到 就是 對啊 就 歪腳啊 就 在他家的話 不然要不然很尷尬 他不叫的話會不會很失望 他說女生都是假裝的 親我親愛的飯 然後突然打嗝 然後我就往後退 然後他就這樣看見我壞笑 超臭 就這樣吃完飯 好恐怖喔 所以他還有做過什麼 對你做過什麼荒唐的事 還錯了 很亂耶 很亂耶 哈哈 那時候我在跟他說那個 台灣那個巴勒水果 可是因為通常我們會 麻辣嗎 對我們會說台語 可是他聽到你說 咦 什麼 你怎麼說這種詞 台語裡面是什麼意思 下面 甜我下面 就是來吃我下面的那個概念 拔蠟 哈哈 學你啊 剛在一起的時候 記錯他生日吧 遇到前女友 真的 不是還會射手機密碼 然後我在用他手機 忘記什麼事情 我就問他說密碼多少 他就問我說 欸我的生日啊什麼 尷尬我有點忘記 到底學你好了 然後你按了一個 就是一個號碼 你就看到這不是我的生日啊 哈哈哈哈 這好像是前女友生日啊 我的話就是 有一次我就坐捷運 然後捷運上都很安靜 有時候很安靜的 然後我那時候頭髮就很 就是很長 就是沒有護髮 然後那時候他就很喜歡 那邊吐到霧 我的頭髮 然後他突然就這樣子 一扯 超痛 我就大叫 就這樣子 你有被扯脫嗎 有有被勾搭的 我是被小孩 我整個很不爽 我就看著他 就叫了一聲之後 大家都會看 我就想大家就不認識 可是你的臉 看起來真的是很頑皮 很白目的那種 情侶之間發生這種事 真的是蠻尷尬的 那像我自己在吹頭髮的時候 還常常因為毛罩而卡住 然後我自己也試過蠻多洗髮精的 只要用了翼萱秀之後 才有改善這個狀況 翼萱秀的洗潤髮系列 採用了毛鱗片 機能修護技術 以微米包覆因子 修護受損的毛鱗片 讓頭髮從髮根到髮尾 都健康又完美唷 順效亮澤去毛罩系列 適合經常吹整 或是髮直毛罩的人 順效保濕防斷裂系列 則是適合染燙受損 或是分岔斷裂髮 不管是毛罩髮或是染燙後 都可以保持頭髮柔順 尤其是在吹頭髮的時候 只要用手梳 就可以像精心打理的一樣 隨時隨地都柔順不卡卡 讓你遠離尷尬時刻喔 那你覺得熱戀期的時候 跟老不老氣以後有什麼差 老不老氣的話就是 可以在他面前隨便做什麼 挖鼻孔啊 狼屁啊那些都可以 那人其實都很期待 他傳信息給我 可是後面就是 啊 懶得回 懶得回啊 先麻煩 因為一天都沒有回復訊息 就是早安啊 然後回到家下班囉就這樣 那不會就是 感情會淡掉之類的嗎 是有 啊 是有啊 沒有